还有视障朋友也想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感觉 视障协会用路上龙舟竞赛的方式 参赛会员拿着木棍当船桨 模拟划船的模样前进 虽然在视线上是有障碍 多靠感觉摸索 但还是觉得非常有趣 枪声一响 参赛选手拿起木棍当做船桨 卖力往前滑 有一场地式水泥的关系 阻力比较大 让选手都觉得比在水中比赛还要困难 不过还是非常有趣 不好意思 出名出名 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买 这比水比较买买 对 这比水比较买买 因为这个头发有阻力啊 你水阻力 哪有阻力啦 这个阻力比较重 他会出去了 你水没出去了 有划过水这样 有 有 我以前是有去那个龙舟赛 不过那个江湖会 你这样撞下去 它不会出去了 因为水来 水里面啊 对 里面那力量一张四藏 对 这有时候它会这样扭 你扭了 重点是它有时候会滑掉 会滑掉的啊 这是四藏协会第二年举办陆上龙舟竞赛 今年共有十二队数十位选手参加 主办单位希望借此鼓励四藏朋友走出户外 并体验华龙舟的乐趣 除了龙舟区位竞赛之外 四藏协会也在现场举办包粽子体验活动 除了龙舟区位竞赛之外 让四藏朋友提前欢度端午佳节 宜蘭新闻记贾赖福星采访报导